隱藏的黑暗力量鑰匙啊 在我面前显示你真正的力量 現在以你的主人小英之名命令你封印解除 哇 真的要解封了 欸 我們今天有獨家的消息 是 中國注定要解封了 台股要上萬六 還有12月最高機率的標股就在這 還有另外一個最新最高 0050增加了一檔成分股 0056增加了26檔股票 那這什麼股票 為什麼只能在這些股票呢 今天節目一定要看 台股到底會上萬六 12月到底有沒有什麼很會標 標很高 應該要標高音才對 我們再跟大家講 請教三位分析師好不好 請教三位分析師以外 Luna今天妳是打扮什麼東西啊 今天我是庫洛魔法師的小英 那今天是吃什麼東西 今天吃油蜂的雞肉 因為解蜂嘛 就想說找一個跟蜂有關的食物 是哪一家店啊 Giapoli Napoli Giapoli Giapoli 為什麼它有麵包 它就是讓你沾那個醬用的 有給我這樣嗎 就是 它有一點那個 為什麼我這樣看了以後我都不敢吃啊 Giapoli是哪一家食品啊 沒有 這家很好吃呢 我怎麼覺得看起來很好吃 是因為外送來啊 看起來很好吃 可是 對 吃起來很好吃 看起來不好吃 沒辦法沒有擺盤啊 沒有擺盤啊 不能這樣子 不能以貌取人 說實話 我看著很美味好 還是來不錯吃 我們請教三位分析師問他們好不好吃 為什麼要油蜂 解蜂啊 解蜂 剛剛有說 要解蜂概念股好不好 好不好 請教三位帥哥分析師 就是帥哥中的帥哥 專家中的專家 第一位 成功的分析師 大人哥好 老師的line在這邊齁 注意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今天要講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因為上次哲哲找凱哥帶班 所以你錯過了一檔 賺20萬的標果 是喔 然後這檔標果是 20萬是連百塊耶 沒錯 沒錯 等一下就跟大家說 這檔標果還有空間嗎 這樣不錯 這以後要來帶幫忙去也不錯 等一下我重播一下 好 然後第二個重點的話 是我今天會帶來一檔全新 應該沒有人講過 全新我知道255啊 不是全新啊 那個是那個 all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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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兩個 食物好 你去好不好吃 我來吃一下 敢吃嗎 ok啊 這個我知道在我們公司 對 好吃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對 那這檔個股的話 敬請期待 好 敬請期待 好 好 我們吃看看齁 Eason老師第二位 張憶騰分析師 憶騰哥好 大家好 對 那今天我也要講一檔 這個已經翻倍的股票 其實過去有幫大家來做追蹤 一樣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那今天這個 我看起來好像還不錯吃喔 真的不錯吃喔 你都覺得不錯吃喔 我去看起來 連Eason老師都看起來吃喔 Eason老師也是 滿好吃的啊 滿不錯是不是 真的喔 Eason老師之前也是外資超盤總出生的 好不好 現在來當本土的分析師 可是感覺好像績效的其實 還是蠻不錯的齁 我覺得這兩個老師都不錯 大家都可以加line 好不好 那第三位 也是古怪教授 教授中的教授 謝承諺 剛才Luna講一句話真的 我覺得她講得非常好 不要以貌取人 真的喔 對 所以你就說你承認你外貌不如人 沒關係 但是不要 內在好就好 對沒錯 這個不要看我這個樣子 實際上 沒有沒有 可是我覺得你在我心目中蠻帥的欸 對啊 這我知道啊 對不對 所以說心地就不好嗎 是相反的意思 我跟你講今天這個餐 真的是不錯的 真的不錯喔 很奇怪 很奇怪 我跟你講 這麼醜 那個雞肉啊 原本我覺得會乾乾的 可是吃起來真的不錯欸 我講實在話 是 你這樣講好像真的不錯 比上次有一次我來吃那個義大利麵那個 好太多了 對不起對不起 阿 坤老師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喔 我覺得好吃喔 這叫很出名 有 老師吃的都津津有味 好吧好吧 對不起 他的麵包是越嚼越香的那一種 我已經最近老了牙齒不好 來 再講一次這叫什麼店名 好 Japoli Japoli不是麻坡里喔 好不好 我們來看這個單元 來 白金大頭條 好我們請大人哥 大人哥好 很忙很忙 剛才是 現在馬上上來 大哥你好 聽說中國駐地要解封啊 沒錯 我們今天幫大家帶來獨家消息喔 那因為其實我這樣講 就是如果前幾天大家印象還深刻的話 你會聽到很多很多所謂的中國 那邊有一些狀況 是白色 白子革命 白色革命 白子革命 是的 白色革命 對那最近的話 怎麼突然都消失了 就不見了 那原因就是因為呢 看起來中國正在做一個妥協的過程 甚至說中國正在走向一個解封的過程 那為什麼要做解封這樣的動作 我認為現在目前的一個官方的說法 已經有漸漸去做改觀了 所以我們來看下一段影片 有老師給大家獨家消息喔 我們來放大 來 那先看到說 好像怎麼突然發現說 最近這兩天 包含像是廣州 然後重慶 那都在突然宣布所謂的放寬防疫措施 那甚至像是呢 在上海這邊的話 當晚也有通知說 從12月1號開始 就是昨天的凌晨0點開始的話 總共有24個高風險地區 那解除封控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是突然在這兩天 在11月30號的時候 和12月1號的時候 國院副總理在孫春蘭 他突然開了兩場的座談會 那這兩場座談會喔 原本之前 中國官方的做法是動態清零 那副總理很重要嗎 是 非常非常重要 那因為這個是 等於是官方非常非常重要 政策的一個方向 甚至他還被認為 叫做是一個防疫撒謊 防疫的撒謊 是 然後他的這一次的講法的話是 就通常都沒有在講所謂的動態清零 嗯 然後呢甚至還把這一次的那個 最新的 說法改變叫做是一個新任務 然後呢 新的態勢 新的情勢出來了 所以 他完全不再講所謂的動態清零 然後改講 有沒有要Cue Cue他 我補充一下 因為之前 對 因為我跟那個蘭姐啊 有一點交情 有一點交情嘛對不對 對對對 他其實之前在媒體特別強調 堅持動態清零 對 現在不講了 沒講 完全沒有講這句話了 所以為什麼他 剛才大人哥講這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這個 謝謝大家 告訴我們獨家消息 所以這次很重要 殺 反應撒謊 孫春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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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有 彭博報導說 目前有知情人士透露說 中國的官員 正在擬定所謂的 第四劑的這個 疫苗的接種計畫 那也很有可能 就是他們雖然沒有說解封 可是呢 現在目前一步一步的動作 正在走向一個解封的過程 那就表示說 其實官方已經做一個相關的 他們的政策調整 那我自己認為說 這一次的那個 所謂的白紙革命 白紙革命 算是 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讓中國官方 有一個比較變妥協的 造反有理就對了 看義無罪 對 那希望他是和平落幕的 我真的還是希望和平落幕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 本週的陸港股 那一度 恆生指數的話 是飆漲了10% 然後呢 到目前為止最新最新的話 是還上漲了6.42% 對 然後呢最近這五天 到週末下午3點半的時候 對 就剛剛 對就剛剛 那那個 上陣指數的話 最近這五天的漲幅 一度有飆到3%左右 是 那最近的話 目前最新最新的數字是 1.76% 這樣一個手盤的 是 價格 那 在乎民眾的聲音 可是我覺得這對台灣也是好事 如果他願意在乎民眾的聲音的話 我覺得兩岸的戰士 也比較西線無戰士 是 為什麼因為 如果你在乎人民的聲音 就不會像 俄羅斯要攻擊烏克蘭一樣 我認為這樣 這蠻重要一件事 老師您可以過來一點點 好我們繼續說 所以看一下左邊 好再看一下這邊 那為什麼要講說這個 有是獨家的原因 就是大家會發現 獨家 好像看起來怪怪的 連成都這邊 他原本之前搭地鐵 他搭地鐵 還要出示核酸檢視 這很痛苦耶 很誇張 我覺得很誇張 很像那種租仔 你知道 GMP 你知道嗎 搞得很痛苦喔 我是合格的合法的 這樣講好像罵人 不是啦 就是他們自己有些人自己這樣講的 然後我還被標籤 你懂哪一種類人 哪一種類人 你懂不懂 不是我講的是大陸人民自己講的 來你說 好不止如此 因為其實像是那個 有放寬市民 如果你有陰性證明的話 你就可以出租像KTV啦 健身房 這些比較屬於那種 密閉式的休閒娛樂場所 對 所以這些相關相關的政策 從北京成都 重慶深圳 甚至像是 富士康所在地的鄭州 也都有很明確的解封的 這樣子一個 是非 非 不是明文跟你說解封 但是已經陸續再去做一個解封 這樣的動作了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的官方會有加速 會有快解快封這樣的過程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順便看一下下一頭影片 好 我們突然發現說 怎麼掛牌在美股的小鵬汽車 突然在那個11月30號的那一天 就是在廣州解封那天消息出來的時候 他的股價當天飆漲了47% 可以飆車了嘛 股價飆車了 可以飆車可以出去 他們真的封了三年了 那那個真的大家都悶壞了 那當如果有所謂的解封行情出現的時候的話 就會有一些相關的各個 比方說像是汽車類股也好啦 甚至像我認為像是一些觀光餐飲的類股的話 都會受惠到這個解封的行情 所以我們今天幫大家講的第一個重點的族群 是在所謂的電動車跟汽車類股的部分 所以包含像是中國呢 新人員車的相關的概念股 我們可以看到像是師傑股份啦 甚至像是寧德時代電池的 然後呢還有長安汽車 甚至像是易尾離能這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都在現階段有一個明顯的這樣的漲幅 那分別是從2%到4%左右的一個漲幅 所以這是大家可以關注到的部分 那臺灣的有沒有可能汽車概念族群 也會連滅噴出 好我覺得 那個小鷹有問題 庫洛 庫洛什麼 法使 庫洛魔法使 庫洛魔法使的小鷹 好那想問老師說 那除了這些概念股對運輸相關的 會不會也有幫助呢 所謂運輸是指所謂的貨櫃跟 對 貨櫃啊或是航運 我覺得應該加減都還是有所謂的題材性上面的效果 那我還是要把所謂的題材跟基本面拿出來分開來看 也就是說呢 你看像這個小鷹汽車 它能漲能飆漲40幾% 純粹是因為題材的關係 它的基本面到目前為止 它剛公佈它的機票還是虧損的 可是它的股價一樣噴給你看 所以如果回歸到剛剛那個就是 庫洛魔法使小鷹問到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現階段喔你可以留意一下 他們有所謂的題材會先噴一段 那問題是說如果真的回歸到基本面的時候 相關的貨運的那個運價指數 你會看到連續22週的那種所謂的 上海的集中箱貨櫃指數依然還在跌 所以當他們回歸到基本面的時候 我認為還是會比較偏去跌的這個過程 甚至去整理的過程 所以基本面還是不那麼好 可是題材面的話 你可以稍微期待短線上面的效果 好題材面可以有短線的效果好不好 台灣電動車概念股拉響炮啦 不是拉警報啦 好那我們先看上面一點點的地方 也就是說如果真的因為 中國那邊解封的關係的話 我認為我們自己國內的相關的車用 或像是車用零組件啦 電動車啦 電池材料這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都會有一樣的這樣一個效應 因為有下訂單的嘛 是 好 所以我們先從幾檔個股幾個族群 跟大家做分享起 那我先看第一個族群的話 是在二極體 德偉去年很強耶 去年很強 那最近的話其實也不錯 因為其實最近這五天的漲幅 都會有高達13% 3% 那因為其實德偉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他就是一個對的二極體的公司 因為他有副爸爸 他的副爸爸就是在那個達爾科技 他給他完整的訂單 然後給他完整的認證 可是股價卻跌得外星扭巴的 是 所以如果真的當公司回歸到基本面 也就是明年依然成長的過程之中的話 很多的委屈的股票都會在現階段 有那種回歸到基本面的過程 所以包含像德偉啦 甚至包含台辦啦 那台辦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所謂的投信在這邊 如果可以由賣轉賣 然後低檔去做承接 也是二極體很重要的兩檔的指標 好 那其他在再來的話 是在所謂的電動 電池的材料跟模組的部分 分別是美奇碼跟康普是在材料 然後呢 是在模組的部分 也就是剛好說到的 哲哲錯過了一張20萬的ASKY 我不信啦 那不然等一下我們來看VCR 好不好 好來 喚醒我的記憶啦 另外的話那個AM族群的話 像是東陽跟格頂 格頂你可以稍微去做留意 好 東陽跟格頂 那我們來看看下一個 來 好 這邊ASKY 我們先來看VCR 好不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他現在目前很低檔的時候 這幾天有領先大盤 來去做一個轉強動作 然後呢也有一些把人去做買盤進場的動作 所以有一種低檔的股票 是值得你去做一個逢低布局的動作的 欸 老師真的 200元 我錯過了好不好 好 那時候我可以休息 讓人家帶在班 看你運氣有沒有轉運好不好 好 老師 這個真的那時候講的時候 你看我們放大一點點 來看一次 那時候你看 600了 現在多少啊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盤中到850 然後收盤的話是842 那 剛好 剛好200塊 20萬 一張20萬 200塊了 你現在還要我買 我還是推 那我還是推 那可以請你老婆幫我切一下他的K線 因為ASKY它是從 當時掛牌大概300多塊 飆到2000塊 2000 是 然後可是它因為 包含像是景氣的關係 包含像是 本益比調整的關係 所以讓它曾經一度跌到了 欸還沒還沒還沒 再說更小一點 2000塊 兩千塊拉遠 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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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頭過頭 不要標快車 對 好 因為ASKY我這樣跟大家說明一下 你會聽到很多很多人告訴你 ASKY很難念 它是電動車的電池模組 那我這邊跟他說 XX錯 不是 到目前為止 它並沒有所謂的電動車的電池模組的訂單 那不然做什麼 到目前為止的話 它依然還是做所謂的二輪的 也就是電動自行車的電池模組的訂單 那這樣子賺錢 還有就是在所謂的伺服器的備員的電池的訂單的這一塊 這是它雖然目前的最主要的利基兩塊 雖然沒有電動車 目前還沒有 但是重點就在這邊 我們再說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現在要看明年 那明年它有什麼 明年它有所謂的電動車電池的這塊訂單 即將要來做跨入 那而且喔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EPS 這是目前市場上面可以看到它公佈出來的EPS 去年是29.27 那今年的話是前三季就已經29.25 也就等於說 今年前三季已經賺跟去年一樣多了 那這不打緊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現在目前市場那邊研究報告的話 在明年的獲利的預估來說的話 有機會從 目前大概30出頭塊 跳增到43到45塊 也就是表示說 它的主力業務 這這塊兩塊是依然是成長的 那另外的話 即將要跨入到電動車的電池那一塊的話 是它明年的成長動能 所以我在看的是明年的AESKY 所以到目前為止 如果它的股價已經回來到865 那其實還不到去年 應該說歷史高點的腰斬的地方 那腰斬的地方的話是1000塊 我覺得基本回到1000塊 這樣合情合理 然後呢甚至像是說 如果去佔上1000塊之後的話 我常常講一個觀念 千金如果之所以為千金 或者是千金能夠去做挑戰千金以上的話 那大家不妨看到那個1000塊的壓力的地方 能不能再去做一個站上 然後去做一個突破這樣的動作 所以第一目標價 我覺得就是先看千金附近 有句話說 千金難買早知道 股價會不會到千金 看起來有機會 雖然我沒有早知道 那一次有人代搬我 可是至少我也不算最晚知道的 所以謝謝老師 現在還沒有千金的時候 告訴我們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分享給大家 東洋AM市場嗎 是的沒錯 那這什麼是AM AM的話就是那個 就是在 Aftermarket 對 他就是最後服務 然後他的話其實就算是二線品牌 就是類似上不是原廠的那個概念 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其實前一陣子在美國的最大 不常被告嗎 可是他說沒有啊 他們現在目前的狀況是要 他準備要擴大所謂的 汽車零組件的賠付跟股價的服務 所以因為東洋是做AM的 那他目前的廠區的話很多都在中國大陸 受險業者要擴大汽車零組 零件的賠付 就是非正常 就是說 沒關係我賠給你啦 是 可是賠給你到外面不會給你原產的 原產的零組件啦 所以複產的零組件 就有機會了啦 一樣照賠 所以到目前為止的話 其實東洋到目前為止 他之前 是一樣照賠啦 一樣照賠 或者賠付產的 對 你原產的可能可以賠付產的 或者是說擴大 都照賠 或者你原本是 就用付產的 沒關係還是賠付產的 沒錯 還是賠到AM零組件 好 那因為東洋在中國那邊的 跟那個新東洋肉品有關係嗎 我蠻愛吃的 你們下次可以點那個嗎 新東洋嗎 好 真的好 我覺得那個比較好吃 你覺得什麼這比較好吃 真的你就覺得啊 我覺得普通有什麼 可是他是從日本來的餐酒館喔 是喔 嗯 真的喔 對不起我還不喜歡 好 他那個麵包你沒有辦法 你那個牙齒 牙齒不好啦 對啊 不像你吃肉器耶 牙齒這麼好 我們這個牙齒這麼強壯 是不是這麼強壯 不過他的麵包 威武 跟Luna講的一樣 真的是越吃越好吃 好好好 跟Luna講的一樣 不是跟 不是跟Luna一樣 是跟Luna講的一樣 對對對 對 對 今天沒有什麼新商社的 我覺得不錯 好 好 那另外呢 東洋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因為他其實喔 有切入到上海的特斯拉的公園去 那 我也要講一句話 就是說 他是要講說是 預計明年出貨 那為什麼我要說這個 預計明年這件事情 就是 現在這個時間點是在12月 那 現在這個時間點叫做做夢 所以 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是不管明年出不出的來 那 大家都在喊說 明年怎麼樣 明年怎麼樣 他自然而然就會有逢低的買盤 只要大家願意信 只要願意大家有那種所謂的 整理完畢之後 你看這種 有沒有像是 整理完畢之後突然出一根量 然後站上了季線之後 就要慢慢往上爬 所以 有一些 具有基本面的公司 或者明年具有一些夢想的公司的話 都會在現階段 包括我們剛剛回到 前面主題 也就是中國 他終將要解封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就值得你去做夢 然後值得去做一個解封的行情喔 好 值得你做夢 直接做解封行情 老師 所以謝謝 我也覺得中國這是要解封的 那要解封的 直接噴萬六是不是 有點難欸 不好意思 有點難是不是 我老實說有點難 那怎麼辦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會不會破萬五 就一直破下去 一陣不絕 沒有講錯話是一絕不正啦 會不會一絕不正啦 會不會 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其實這兩天的行情的話 我覺得蠻棒的 因為昨天的行情在 大盤突破了萬五 這個整數大關的時候 他是透由 高價股 IC設計 甚至像是窄版 因為是具有明年成長的這些相關的產業 去帶上去的 那但是呢 你看他今天萬五就失守了 那今天的話 中場下跌了42點 跌破了萬五的關卡 到了14970 可是呢當下跌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一個蠻棒的事情 就是在今天的成交量 也有配合萎縮到2231億元 那這是在萎縮的狀況之下 還有2200億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 量能正在漸漸增溫的過程 而且我在講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今天雖然好像大盤是下跌了42點對不對 可是呢如果你看一下你現在手上的股票 你只要沒有台積電的人的話 其實你現在目前手上的股票 尤其是中小型的個股 應該都是紅通通的 很開心喔 超開心的 我們直接看上跪 上跪紅啦 是啊 所以今天你看今天上跪值的話 還上漲了1.55 然後呢 成交量的話也不錯 也有到768億元 那所以我剛剛前面講說 雖然好像行情不會那麼樣容易到萬六 但一點都不用擔心 因為在行情在震盪的過程之中 你會看到有很棒的中小型的個股 去做一個輪動演出的這樣一個過程 好 那另外的話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也就是現在時間點已經到12月了嘛 所以12月的話通常都是外資要漸漸去做一個休假的過程之中 所以你會發現現階段外資就不會有那種急拉 急拉公司 急拉個股 急拉全職股的過程了 那可是呢你會發現說 好像雖然外資休息了 可是呢我們自己國內的主力們 包含像是集團啦 甚至包含像是一些投信啦 甚至像是一些主力法人們啦 現在這個時間點正在這個就是很活潑的很活躍的 對一些那種屬於中小型的做夢的股票 做這樣的股票去做操作 所以大家反而值得留意的是 當行情在萬五這邊去做一個震盪的過程之中 那中小型正在去做一個輪動 而且去做一個逐步去做創高這樣的動作 好 謝謝老師喔 我想問Eason老師 下禮拜你怎麼看法 那我在我自己的頻道其實有講過這個 看看貴買的這個斜率啊 往上走那個斜率只要維持住 其實這個內置行情是非常明顯的 因為從11月到12月其實這個斜率都維持在 那大盤 我覺得斜率大概55度啦 老師看我們看 對它維持得非常好 稍微量一下 對那大盤為什麼會拉回 我覺得就是一個N字上工啦 我們小編可以畫一下 基本上從這個低點以來就是個N字上工 那是不斷的 小N是個連續剪接 所以當中其實有非常多個N字拉回啦 然後這邊來講話我認為拉回來講話 在回升格局當中就是最好的買點 所以這個指數可能在萬五以下會來做來回測試 但是這個網上都是看多的 陳彥古怪教授 你好怎麼看 萬五可以嗎 萬五一絲嗎 絲 我剛才突然想到你在拿兩腳器的那個畫面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覺得有點滑稽啊 但是這是一個專業的做法 這是一個專業的做法 這專業55度啊 沒錯沒錯 我覺得大概55度啦 對對對 那為什麼不是58度呢 差3度就變高粱 對對對 是這個原因 好笑 因為你比較愛喝酒啊 對啊 其實我覺得 解封 剛才大人哥前面講到解封這個獨家 為什麼對台股接下來影響很重要 是 因為你看有多少的台商受困在 這一個解封的一個 就是封控的情況下 他的業績上不來啊 而且我跟你講你的旅遊什麼都不敢拿 你現在根本去中國啊 這個先不討論 我們就講台商電子股的部分 一旦解封以後那個業績爆發力應該就出來了 那個噴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能不能接啊 民間消費也就出來了啊 我現在想的是 我每天到底要買大白菜還是買蘿蔔 你知道買蘿蔔超級貴的啊 啊 那順便可以分配 然後被人家搶劫 被人家搶劫一樣 那個受不了 整個兩年來的報復性消費 那會很恐怖啦 對我覺得這個 對台股也有一定程度的激勵效果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台股應該會有不錯的表現 剩下就選股而已啦 對齁 還有一件事啊 通膜也會下來啊 我大量生產我通膜就可以下來了啊 是不是我人民就可以 其實就可以 就可以買他想要賣的東西 好謝謝老師 來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看外資 今天小賣啦 是啊所以就看到外資 就小賣了0.5億元 那不過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內資的法人們 正在很活潑很活潑在就是說操作 那投信的話 那個買了6.7億元 那自營商的話 比較屬於短線操作 他這邊就是逢高貨利了結 就是賣超了36.7億元 這個是在三大法人的部分 好 那在外資的期貨的未平常口出來說的話 要在昨天前天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大減的動作 那因為其實在這兩天的大減的過程中 其實我自己也在看說 短線上面的一個往上的動能 就看起來就不是那樣的積極了 可是至少在這邊就是一個維持在一個小小的一個 一千多口進多單 就是一個蠻平穩的水準 所以沒有特別大的一個反應的地方 哇 外資 可是老師確定嗎 只剩一千口多單 還OK 我覺得還OK 還OK 還可以接送喔 不要一萬口空單就可以了 好 謝謝老師 好 謝謝 到時候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哇 中國注定要解封的 庫洛魔法史我想要去中國嗎 你有想去嗎 暫時還不會 暫時還不會 你第一個選擇還是日本嘛 對啊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好 那我如果住中國要解封 我是有點想去啦 我說老師的話 因為好久沒有去中國了 好不好 不像謝承諺的國怪教授 以前那麼常去啦 可以約啦 可以約好 一起去是不是 好 你這個笑容我們好像做壞事一樣 不要這樣子 這真的看看風景啦 很尷尬的感覺 來 我們來看一下下個單元 熱門我最貼 紅海跟四陽 好 我們請大人哥 又是我 來 我第一檔個股的話 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2317的紅海 但是呢我不是在看紅海 而是我在看它的售貴股 那我一直強調一個觀念很重要 就是說現階段是值得你去做看大 然後但是做小的這樣一個方向的操作 那因為其實紅海現在目前有好多好多利多 包含像是 iPhone 14 Pro 賣很好 那接下來解崩它的那個振州廠區的話 也會持續去做量產 然後另外的話它轉型到電動車的這一塊 那這都是它正在進行中的 很棒很棒的轉型的過程之中 可是呢我要講的一件事情是 請你好好留意紅海的受惠股 那比方說我們之前跟大家聊到的 像是2201的育龍 不過這邊育龍已經不值得你去做追高了 因為 不能追是不是 我想蠻多人已經跟你講 育龍多好多棒都棒棒了 那它前幾天已經有出現一個 很大量的爆量的上影線有沒有 那內根上影線是現在目前上面 短線上面的一個指掌的訊號 可是整理過後 我依然看好它後續的成長動能 只是它這個技術面 必須要去做一個整理 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今天的鴻海的受惠股票 你看今天的光雨也漲停板 就你看電動車啊 是啊 光雨也漲停板 然後呢 像8261的副頂也創高 然後呢像是 副頂 副頂跟光雨都不錯 對啊像4961的天玉 然後也在這邊就整理快速轉強了 那不是亂槍打鳥 再一根就好了 天玉再一根就噴進去 不會亂槍打鳥 而是真的有太多太多的 因為鴻海而受惠到的 股票跟族群等著你去做發掘 所以我低檔個股的話 先跟大家講的觀念 就是看大做小 看鴻海做它的受惠股的部分 啊不要看 不要做鴻海 我覺得鴻海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它太大隻了 就是 當你跌到100塊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低階的買盤 好 可是呢 漲到120塊的時候 又漲不上去 所以100到120塊這個 119不是要報警嗎 嗯 報警處理 可是就 它就沒有那個很大的一個爆發力 所以鴻海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比較像是大牛股 所以 看著鴻海去做它的受惠股是適合的 好可憐喔 這幾年做鴻海的人 感覺心跳都死掉了 沒有什麼感覺 好沒看到 下一檔比較新鮮的 那下一檔個股的話就真的是 真的是獨家帶給我們的投資朋友 就是六七八 我跟你講我快賽 我快賽的時候最怕這檔股票 欸 釋陽性 不是陰性 沒有這個四不太一樣 釋陽什麼股票是 這檔股票有點 比較冷門一點 以前量比較少一點點 來我們來講一下釋陽 釋陽的話 它是這個禮拜一才剛掛牌的新人 難怪喔 是 那釋陽的話 它的基本面非常非常棒 因為它是目前的全台灣 應該說全亞洲的 最大的細水膠隱形眼鏡片廠 那它是有這個 那個品牌的代工的業務的 然後呢 它是明基財的小金基 那 因為它其實 包含像是今年它的幾乎產能是全滿的 所以它正在擴充它的新的產能 然後呢 明年的話有持續再去做成長的很明確的動能 這是基本面的部分 是大家都查得到的 可我要跟大家講一個獨家的消息 就是 6782的釋陽的隔壁的同學是 6781的ASKY 那 那6783呢 欸 喔 這樣不行喔 你只在乎一個室友而已喔 那位室友 打一下6783是什麼 是什麼 我不知道 欸沒有 對啊 好那所以 回來到釋陽 你看6782 你看6782 所以他室友是一位 6782 好 就室友是6781 ASKY 對 那6782的釋陽的話 因為它 新掛牌 那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掛牌之前 有所謂的近拍 是 那如果你去看一下當年的 6781的ASKY的近拍的過程喔 它在近拍完畢 掛牌的第一天 它是直接噴過那個近拍的高點 是 所以也就表示說 它把所有的沖髮都洗乾淨了 那這個近拍高點在哪邊 240 200 200塊出頭 200塊出頭 噴出去囉 所以它已經是突破那個近拍的高點了 也就表示說 你抽到釋陽的人 你應該賣掉了 你近拍的人也應該都賣掉了 結果他的籌碼被另外一群人 去把它吸納回去了 或者這些近拍的人就是大戶 他從頭到尾就不想要賣 有可能 成本店 成本就越來越低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獨家分享給我們 福利社的投資朋友 謝謝你 你看 你說 它當它在股價創高的過程中 它是輕飄飄的 那因為五天的關係 投信不能做買進 那大家不妨留意是說 在下個禮拜一 也就是從第六天開始 有沒有投信要去做逢低承接的這樣一個觀念 所以如果有 那很有可能變成是另外一個 因為投信而進場 然後大家看著投信進去 然後就跟著買 然後就會再把這個股價去做墊高這樣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我覺得真的是大家值得留意的兩個股 六七八的飼養 看起來這有機會噴出去 我猜老師發現這檔個股應該六七八一的那個 ASKY 不小心數字按錯了 欸有這檔股票新上市了 沒有純屬開玩笑 好我們看下一檔股票 中興店還有創意 伊森老師 伊森老師中興店好像你也有講過一陣子 對中興店也有講過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創意 因為創意來講 哇今天又創了這個歷史新高了 那我們之前也一路幫大家來講 這個突破預約線之後 就沿著預約線往上做 其實就從這個383啊 漲到這個今天的最高價778 所以這個當初是跟這個台電差不多相當股價 但是在這個創意的部分 已經創下一個這個歷史新高 而且按照這樣的趨勢來講的話 我問我下禮拜還有機會 因為為什麼 這個下禮拜來講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11月營收要公佈的前五個交易日 所以最後五個交易日 會有一些營收來做公佈 那創意來講的話 上一次公佈10月營收是創下新高的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市場對於吸制財 這些公司包括M31啦創意啦 這一些營收如果能夠繼續走高的話 其實股價在下禮拜 是有非常有表現空間的 所以創意來講的話 欸我們也可以看一下VCR嘛對不對 好沒有VCR 沒有VCR不好意思 自己在腦中VCR 你之前算太多次了啦 大家自己在腦中VCR就好 你經常都很標的股票啦 對開玩笑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1513的中興店 中興店今天來講的話 是強勢亮燈漲停板 那股價來講我們拉遠一點來看 這個相對的底型算是一個碗型底 那目前來講的話就是要慢慢往那個 之前這個平台來做靠近 圓虎底啊平台要突破整理的 突破整理區間老師您繼續說 那中興店來講的話跟這個電網 這個非常有相關嘛 那他也切入很多這個太陽能 所以我們今天來也來看一下太陽能股票 比如說六四四站的這個元金 其實股價也算是有落後股漲 還有這個六四七七的這個安吉 在太陽能方面 我認為也是有一些表現的空間的 還有這個國塑 其實在今天表現也不錯 那國塑又有這個集團股 又有太陽能 我認為這一些族群啊 再生能源包含這個中興店 以及這個這個風電啊 太陽能在下一拜都有機會喔 所以你覺得不只太陽能 整個風力發電的中興店這些都有機會 這跟大家講 這旁邊有注意觀察 中興店 還有老師講的好一陣子的創意 這些股票看起來走勢都不錯 創意我再補充一下 創意好像卷之筆好像前五名喔 前兩名喔 卷之筆 你看看龍卷 龍卷 龍卷 一路加耶 80幾% 加加烏拉加 是這樣唱嗎 好吧 沒關係不重要 我們來看下一個 唱歌的確不是我的強項 古怪教授 中豬KY 身為這個挖掘價值被低估的 不是 價格被低估的價值股的大師 就是 巴菲特 我本人 你本人 巴菲特改名叫我本人嗎 他改名叫我本人 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我們今天談一下中豬跟韋宇 中豬一樣我們看影片 今天大家都要cue這個 但是沒有影片 對 因為這之前你記不記得 我跟寶城的時候一起聊過 然後你那時候就說 你也很喜歡這個有沒有 對 我懷疑你是不是你的 勢力已經伸進去這一支了 你幹嘛噴出去的對不對 噴得亂七發燥 厲害 謝謝你 真的厲害 這個股票為什麼我從價值面 當然我從產業 第一個很簡單 很快速的帶過 就是說 對你也有講過 解封對不對 我在講一個上次沒講 要不然每次都講同一支 人家說沒做功課 對啊 我在講另外一個 他最近在新加坡 要做聯合授信 就是借錢 聯合去借錢 要拓展東協這個市場 是 借到超過2.8億美金 比他自己想要的額度 多了1.4倍 嗯 就是很多銀行急著要借他錢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中租嘛 對 中租子公司 要拓展新加坡 在新加坡的子公司 他要拓展這個 東協這一塊 而且你說什麼 中國解封有利於 因為他市場大部分都在 中國到這一塊 這一塊 因為這個上次講過嘛 那前三季獲利是13.55 然後目前的PEG才0.86 所以這屬於 PEG是什麼還是要講一下 PEG就是本益比跟 公司獲利成長動能做一個比較 G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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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做一個比較 應該可以啦 對不對 我上次發現被你還被你矯正 沒事沒事 因為舌頭要練才會靈活 這樣你就要練過 舌頭要練才會靈活 你懂我 幹嘛卡我啊 幹嘛接我 那最後一個我們看一下微影 因為最近他的大客戶 包括Meta跟這個微軟 都大幅度的在擴張整個雲端的產業 所以一樣的 他今年前三季就賺快60塊 目前PEG才0.51 所以也是一個被低估的股票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可以 值得大家來關注 好 謝謝國外教授告訴我們 中豬KY 還有維穎 老師你今天有最新插播快報 對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在投資0050 0056 那他最新富時台灣指數成分股 做了一個季度調整 有趣的事情是 我記得遠東心我們之前 我也有講遠東心啊 你有沒有印象 有 有有有 好 那你看他被納進來 友達被剔除了 那這個當然有一些影響 不過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受不了 就是你跟Luna一種 就是友達 很有默契 不是不是我覺得最近 這這這 念人未馬 沒關係 繼續說好 好 繼續說 對 不要理他那個爛哏了 爛 他等一下就講這個爛哏了 好 那0056的重點在哪裡 過去是30檔對不對 對 現在要增加到50檔 所以他這一次一口氣 一口氣 上來26檔 然後再踢掉5檔 一口氣 做了這麼大幅度的一個調整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奇怪 這樣不是增加21檔 對啊 21檔 因為之前一直缺一檔 他想說反正我要變50了嘛 我就不急著補那一檔上來 那謝謝你我們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 好 大部分什麼股票 有趣的事情是有散裝航運上來了 散裝航運的部分 有散裝航運 域名 域名 會陽 然後再來是有一些電子股被拉上來 對不對 剛才講的遠東興也有 我覺得有趣的是封測 還有PCB版 你看像是月光啊 真頂這些 還有包括南電這幾個電子股也被拉上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台塑南亞 所以這幾個應該都是蠻正貴 對但有趣我們看一下被踢除的 因為大家之前 海運進來 大家不是一直在那邊 細細黏嗎 就是他這次把陽明踢掉了 那中鋼也把 就把景氣循環 踢掉了中鋼陽明 那台泥中鴻超風也被踢掉 所以這樣看起來這一次0056 的選股應該會蠻受大家的歡迎 好應該會蠻受大家的歡迎 希望0056 感覺會不會增加那麼多股票 大家可能覺得划算了 我本來一次買10萬塊 只有30隻 這次有50隻 這次有50隻 剛划算 裡面的料變多了 還沒有漲價 不錯 加料不加價 趕快買 沒有關係 那個比例會變少 先跟大家講 好謝謝大家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股市甜甜圈 焦甜股幫你圈 好我們請Eason老師 Eason老師 高標股喔 要標高印喔 你以前除了在北大以外 我也記得你在政大算三學院嘛 對 政大會計 統計課行不行 統計還不錯啊 還不錯是不是 所以今天你要告訴我 統計會說話是不是 簡單統計就可以了 重點是後面的高標股 好好 對高標股 高標股在哪邊 最會高機率標的股票在哪邊 對那今天有個小秘密喔 我們先來第一張啊 這個大盤的小秘密在什麼 欸大盤月KD啊 其實破底翻啊 在過去來講 KD值低於20% 好 從2000年以來只有三次 三次 只有三次喔 你看第一次什麼時候 2000年 再來2008年進入海嘯 是 再來是2002年就是當下 是 連這個8523點都沒有讓KD值 跌到這個超跌去 欸你這樣講 對喔 因為8523點太快了 太快了 沒有錯 一個半月就 那你來不及買 你現在都有來的期待你買喔 沒有錯 那我們來看 前面兩次來講 後面有沒有行情 當然有嘛 2000年過後 這個泡沫破裂之後 一路到2007年都是牛市嘛 然後呢2008年之後 這個股市也是一路往上漲 老師那我請問一下 有些人不知道 月KD落入超跌區 什麼叫超跌區 好那我們把這個大盤打 月K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KD值 KD值你們發現 低於20% 就是什麼 所謂的超跌區 高於80% 是傳統意義上的這個 這個過熱區 是 這個超買區 那這邊就是超跌區 超賣區 對我們來看一下 在上個月的時候 老師那這個算 快要環境交叉了吧 對現在已經勾上來了 勾上了耶 在10月的時候 台股是跌到這個12629 當時就是落入到什麼 這個20%一下 沒有沒有對 送分體啦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什麼 這個 右上角 右上角 這邊 10月是最弱的 記不記得 道瓊工業指數 1976年以來 創下10月 單月最強 歷史最強 漲了13.9% 但是台灣是最弱的 沒有錯台灣 當月還下跌3.3% 但是11月變最強的 最強11月 沒有錯 是從這個1990年以來 這個漲點是最大的 1929點 在新月 這個記好多東西 1990年以來 漲最多的 漲快2000點 沒有錯 所以就代表說 台股從最弱變到最強 所以 在台股比較弱勢的時候 你如果有看我們這個節目的話 我們當時會告訴各位 這個本益比相對低的 台積電等等 大家都不相信 只要有信心其實都會上來了 對 那本益比相對低 好我們來看一下右邊的例子 好了 就2080 就上一次 上一次KD值月K 月K跌破20以下 你會發現當時來到 這個3955 第一根紅K棒出現 然後收盤價比前一根高的 在那邊 第一根 好這是月K 所以這個月以來 這個月過後 還有沒有表現 對不對 是不是連續輸月表現 就算出現一個月 是黑K的往下 都是中繼整理 所以這代表說 KD值如果月K 是從20%以下 翻上來的 其實行情不止一個月 不止一個月 對 其實行情不止一個月 或幾個月 通常 對 就以這次來講的話 其實表現就很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左邊這張 其實目前來講的話 好幾個月 雖然漲了這麼多 但是後面其實 還有行情 還有行情 那個叔叔漲了一年了 對 3955那次 這一年一直漲一直漲 所以這次你覺得 有一種好幾個月 我覺得只是剛開始而已 剛開始 這只是剛開始 因為這個月KD才剛剛勾上來而已 現在只是第一個月 從這邊然後開始 馬上環境交叉 是啊 第一個是超跌區 馬上環境交叉 漲1000多點 其實漲快2000點 還好而已 所以有拉回不用害怕 有拉回不要害怕 好不好 我們看下一個 對 然後下一個月 再講我們這個12月 高標股 沒有錯高標股 我們來看一下 你先看行情好不好 對 12月行情 歷年的12月漲幅 你會發現說去年 前年 漲勢都還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最下面的平均好了 2.11% 2.11% 漲的幾率9成 9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統計數據 是什麼 是這個中下旬 中下旬的行情 在這邊 在左邊這邊 中下旬行情 表現也是不錯的 那中下旬來講的話 這個大部分的外資會去放假 對 但是在12月比較特別的是 外資去放假 台股不一定會跌 因為會有內資來做接棒 所以有時候下旬還漲比較多 2015年你看 沒有錯 2014年都漲比較多 這邊都是喔 下半年 才下半年才十幾個 可能12個交易日不到 對 同學沒有你有沒有發現到 可以漲3.28% 你算漲很多欸 沒有錯 所以有時候 這個中下旬的行情 有就會更熱 因為外資不在家 這個內資就吵起來了 對不對 而且老師這一次還會搭配這個CPI 好像也是13號公布嘛 對不對 通膨數據 哇賽 會不會越業越美麗了 謝謝老師 然後這個鮑爾也說嘛 這個12月只會升息 有機會升息兩碼嘛 數號升息嘛 對不對 兩碼 哇 這個平均漲幅這麼剛好 都是2.11% 對都還不錯 但重點都還是勝率比較高 我們來看一下右邊好了 電子股跟非電股在12月 行情有沒有一些差異 其實差異也不大的 所以 不只是電子族群喔 非電族群其實漲勢也是不錯的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平均好了 下面的平均 這個什麼 這個非電族群2.07% 電子族群2.11% 好 但是勝率都有這個 非常高啊 非常高 所以就是說非電股啊 你看 有時候電子不表現的時候 非電股就會成長 因為非電有一些集團啊 台宿集團 對不對 有一些華興利華集團 都是非電相關的 所以非電跟電子族群 你看起來漲幅平均轉幅差不多耶 差不多的 所以就是說兩邊都受惠 兩邊都受惠 好 兩邊都受惠 看起來都不錯 只是上漲機率是多少而已 可是看起來非電跟電子都不錯 好 12月漲跌幅也不錯 下半月有時候漲更多 對 都通通是12月的好日子啦 對都還不錯 你不用看農民利了啦 每一天都適合買股票啦 對 所以拉回真的不用害怕了 嗯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我們幫大家來精選啊 欸這個嘛 高標股啊 高距離標股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欸光潔 雅德克 這一些股票 上漲機率有九成喔 是 再來核金金橋同志 欸車用相關 榮鋼 欸這嘛我們剛剛講的 非電嘛 核心控這個網通 台辦剛剛是車用嘛 欸萬海 對也是什麼 全產啊 對航運股 哇 老師聽說你做這個資料是 整個歷年 他可能算是20年 30年二幾年這樣 統計的上漲機率耶 對 高機率的啊 這機率真的很高啊 這二月那是排第一名 那是排前幾名的嘛 對阿你看我們光 我們光篩選啊 只排到八成而已 對啊 就已經這麼多檔股票了 是啊 哇12月這歷年統計 這幾十年來的統計 有高達九成以上會漲的 哇那個很準耶 那這幾檔股票我都想買啦 對然後平均 平均漲幅你看都還不錯 對 平均12月 這十次啊 就是這歷十年來的話 對對 哇都一根漲停板 兩根漲停板 一根漲停板以上 對然後我們剛剛前面一個單元有講到這個解封嘛 我們快速來看一下XQ好了 1590亞德克 欸這個也是下一個有機會 什麼 變成千金股了 你看我們再把時間拉遠一點 對拉到他下跌的時候 欸這邊下跌下來 這邊也是衝上去啊 直逼要1000塊 對不對 從1000跌到600 現在從600拉到1000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解封概念股 亞德克KY 對不對 在大陸工具機的這部分 好 也是解封過後 欸這個產房要建置啊 要擴產啊 需要一些 這個自動化設備 好 需要自動化設備 亞德克KY 平均漲股 最近這個機率蠻高的 其實你就 你就可以做一個投注了 對 通常超過六成 其實就是可以一個 就是可以做投資的一個選項 對你的期望值就是正的 對 甚至有人說51%也可以 可是51%你是要大量的一個 大量的交易 其實六成以上就不錯 而且你說歷年12月 統計這幾十年來 這個個股 5.7% 老師真的很不錯 真的很高 看一下下一個頁 好 那我們幫大家來快速挑兩檔來看 是 剛剛前面那個表格其實股票都不錯 大家都可以去細看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兩檔就好 6182的這個合金 矽晶圓相關 好 那矽晶圓來講的話 因為一些成熟製程的關係 其實在什麼 9月10月的時候 股價是表現的是比較弱的 因為這個報價拉不上去 好 但是最糟的也過去了 現在報價也慢慢穩定 沒有在大跌之下 其實 那個什麼 明年的下半年就會看到好轉 那前三季來講的話 賺了3.2元 表現還不錯啊 那明年來講的話 車用級網通有機會來助力 這邊股價也是落底 往上翻 好 那我們畫這兩條線啊 第一個 他要先突破這個缺口嗎 這邊就有個紅K 來我們放大 突破上上了喔 對 就把這個缺口填上了喔 對 就把這個缺口填上了喔 對 這個缺口 這缺口回補了喔 對 缺口回補了喔 所以他先站上了喔 對 沒有錯 謝謝你幫我們畫這條線 那條線什麼 這個線來講的話 就是下一個壓力區了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拉遠一點來看 主要什麼 這個景線啊 對不對 這個景線我們把它拉過去發現 大概就在50塊喔 對 這個景線我們把它拉過去 好 拉過去就50塊 大概就50塊 好 所以下一個目標大概就 就是在50塊 50塊如果能突破 海闊天空 對 好不好 好 這跟大家講 好 那下一檔來講的話 它這個5425的台辦 台辦來講的話 就吹用整流二級體 10月營收是創下歷史次高的喔 那下禮拜也會公布營收嘛 營收可以來期待一下 前三季來講 賺了5.03元 其實表現很好啊 這個前三季賺了5.03元 那第一世紀 這個加進來過後 本益比來講的話 也不到這個15倍嘛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兩條線 第一個 它先突破了所謂的什麼 景線 那這邊有一個類似小WD 那這邊景線站上之後 紅K往上之後 就沒有再拉回囉 然後呢 下一個步就在這邊 對 我們再把它拉遠一點來看 這條線 對 這條線 對 現代的位置啊 在這邊 所以這邊壓力只要突破之後 下禮拜有機會來挑戰九字頭的話 這邊股價是表現不錯的 那我們下面來看一下借券賣出 有沒有發現 這邊借券法人啊 都在賣出啊 對 都在放空 都在放空 到這邊 還沒有很明顯來做回補啊 只有幾天而已 所以這邊也有一些嘎空力道 嘎空力道 希望這正式的突破這85元的價格 我們最後來看一個表格 趕快來截圖 我們趕快看這個表格 高機率勝算股票 我們統計這幾十年來 然後這個最容易散漲的股票 至少買了 先求不三升再求留下嘛 好不好 先求不要賠 我們再求漲幅也是不錯 滿平均的漲幅 看起來也漲幅5到6% 對 算蠻多的 比大盤漲幅多 好不好 所以這些高標股 12月高機率標股在這邊 謝老師跟我們獨家的這些秘密報告 謝謝老師 酷弱 怎麼樣 酷弱魔法史 我還真的沒看過 那個只有代替月亮 懲罰你稍微以前看過 更久了 被你發現我年紀了 是 好不好 好好好 好 我們今天瘋狂股市福利社 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還有按讚留言 按讚留言一下啦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八點三線 一三五解盤 二四教學影片 最難之況 謝光寧瘋狂股市福利社 爛年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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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救救我 你可這麼激動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 怎麼舅舅你 因為牌股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金來頂啊 所以我現在要千金頂啊 你因為你可是我 想到幾千 你再打算 爸爸 八點好不好 他只好 他怎麼都不會到 怎麼辦 欸 我這個年 sır 然後怎麼辦 啊 掉了 這次 你怎麼可能 還只是這個 都不是哎 那我怕不只要重伴 我的我的 瞬間他的同班 這真的有いう 完全宽全都是部電子 瘋狂股資負不 liegen 英雄 filed in real están 風冷無枝 謝官人 瘋狂股士 inspire 讓給財富 free alle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